西方守護神一尊一尊 像在牆面上 以為來到異國國度 不過鏡頭拉遠一看 這不是台灣最一般的街景嗎 車水馬龍 隔壁還是鐵板燒電 這一棟大理石白 九層樓高的建築物 蓋在這 優雅的土屋 巴洛克是宮廷峰 被網友取得個綽號 叫怪怪屋 因為外觀莊嚴又神秘 貌似鐘樓怪人的家 外國觀光客 在美國論壇熱烈討論後 讓這裡紅到國外 又紅回國內 這個磕了七年 這磕了七年 對啊 這樣一做就六七千塊 留著西瓜皮髮型打扮低調 他就是擁有怪怪屋的主人蕭甫望 那你看看為什麼蓋那麼久 好 褲甫 先看那個 所以這個大概耗時多久 九年了 九年 走進七樓 未來的辦公室電梯門一打開 讓人大開眼界 哇塞 這是辦公室 為什麼要這樣 這是達國達家室家的拉長石 它的品門是寶石 所以說我們拿寶石來做 做電梯地板 寶石級的礦物拉長石 在台灣或許很陌生 如果說到戰國時期 價值連成的和氏壁 礦物學者研究 很可能就是拉長石 看著門口都是啊 你看 那它這樣子一截價值大概多少 如果我們要來這樣衡量的話 不能講價格 古寶石踩在腳底下 這還不是最狂的 要進我的辦公室 要經過好幾個門 這個是有個概念的總統門 討金 這是凱金門 打開雙門設計 映入眼前的金碧輝煌 好像來到了中國世紀的宮殿 黑金為主的色系 給人奢侈又神秘的觀感 你看一下椅子嗎 哇塞 這個椅子 有酷嗎 這是您的辦公桌 對的 從事房地產業的蕭福旺 花了九年時間到世界各地 尋找材料 屋內70%的建材都是進口 因為喜歡巴洛克斯風格 乾脆完完全全複製黏貼 到自己的房子裡頭 這是我DAC的電腦室 可是像我們 從窗外看出去 層層跌跌的尖塔 就像在歐洲古堡的FU一樣 秀不出一點台位 那有時候心情不好 可以看外面 可是都被大樓打住了 這個有霸氣嗎 這個超 硬是手 低調的屋主來自彰化 二十多年前就北上 在桃園布局購買土地 怪怪屋只是其中之一 一直等材料跟施工 對 其實台灣很早 願意這樣做這種建材 只透露砸下幾個億 到現在還沒完工 沒辦法完整公開在鏡頭前 對於為什麼 選擇在雜亂的桃園火車站旁 實踐古羅馬帝國夢 蕭浮旺的理由 導致很聞名 這邊以後是屋底公公嗎 你看它在施工嗎 是 有了 是 我這個離結婚站就一定走 光是屋子 特殊外觀 就是以美國CNN 日本NHK等多國電視台 爭相約約採訪 地方上的特色地標 著實被素人民宅搶下頭銜 讓建築超越建築 在雲林斗六就有屋主 以西班牙的阿爾罕布拉宮 為基礎概念 在300多坪大的土地上 蓋了一座小皇宮 不用出國就能感受到 這個摩爾王朝的美麗震撼 從日本人來到台灣 後來整個我們所學的 都是文藝復興之後 就是屬於幾何性的 這個不是 這是前文藝復興時期的東西 那台灣應該沒有人做這件事情 從入口進入 彷彿穿越時光隧道 來到中世紀的西班牙王朝 彎彎曲曲的屋頂線條 大膽的繽紛色彩 又像童話故事書的糖果屋 真實呈現在眼前 而中庭的建築意象 則是來自於列入聯合國教科文組織 世界文化遺產的阿爾罕布拉宮 我們是以我有什麼建築的材質 要蓋什麼樣的房子 那這些磚塊其實都是耐火磚 而且已經風化很久 就是在高爐裡面溫度高 所以它有一定的顏色可以表達 拱形長廊 土色磚瓦 還有幾株棕櫚樹點綴 流洩出濃濃的古堡風情 還有西班牙建築師高地 加泰隆尼亞現代主義的精神 不過這裡卻是百分之百 Made in Taiwan 其實打造這座台版阿爾罕布拉宮 對李松根來說 是個美麗的錯誤 有人希望蓋一個像這種 鄉村的這種餐廳 然後後來在蓋的過程之中 因為它的這個費用超過 營造費用超過預算 原買主把正在建造的莊園 轉手給李松根的岳母 卻為了脫手 謊爆了新建成本所需的價格 他跟我說三四千萬 後來最近這幾年我才知道 原來不是 應該是Double吧 雖然有種被騙的感覺 但反正沒有後悔的選項 李松根一家五口進出古堡 賣西班牙料理 不過有趣的是 全家人跟西班牙 卻八竿子都打不著 我是讀德國文學的 去德國啦 德國文學 我本來就德文系嘛 李松根和太太大學畢業 就一起到德國 留學五年 拿到博士學位 之後三個小孩也在德國 咕咕墜地 三個小孩要長大 然後我還有一個小孩是自閉症 所以其實那個對他來說 都是很大的挑戰 我們就是為了這個小孩 就回來台灣嘛 現在還有什麼地方 全家可以在一起 如果說建造這座古堡 是美麗的錯誤 那對李松根一家人來說 是錯誤的美麗 因為這個錯誤 他們一家人 可以在一起自給自足 相扶相持 我的小孩高中畢業 我就說不要賭就沒有關係 爸爸都是博士媽媽 也是劉德的 沒有關係 就洗個彎 也可以過一輩子 拨弄琴弦 吉他聲硬襯著舞后 灑落在古堡的陽光 一切都如此尋常 如此完美 所謂花園這個的療癒性 它的療癒 它不是拿來吃的 它其實是心理的課題 那台灣其實 孟宗宗宗要是衣食足之後 其實是花園的課題 十多年前 岳母意外買下這裡 讓李松根 甘心放棄教授職位 來到雲林 為莊園彎雕草草種花 大女兒在德國 拿到柏林大學學位後 也同樣歸隊 李松根認為來到這裡 用餐漫步的客人 也能夠獲得心靈的療癒 和滿足 高地他被影響 也被阿拉伯影響了 所以他才 他没有直线的 他说上帝绝对不是直线 是弯曲的 所以你看这个地方 基本上都是弯曲弯曲弯曲的 这也代表一种人生版 住着拐杖 行走不方便的李松根 他说十多年前 这块土地杂草重生 看起来像是被遗忘的角落 有些悲情 他们进驻后 这块土地也和一家人一起 不卑不亢地生存着 我老婆老女儿 我儿子两个都是志工 他们要砍草 又不能拿薪水 房屋的呈现 宛如是心灵的一面镜子 屋主们请出毕生心血 不论是邻居亲情 亦或完成梦想 脑中想望的构图 在大大的建筑物上 表诺无遗